3月3日 船鸿海计划投资印度220亿元盖新厂 作者,A大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今天台股上涨9点,成交2375亿 外资群卖超21亿,鸿海股价收在平盘 外资群卖超890张 最近鸿海在印度动作频频 既然流动又跑去印度了 自然会有很多新闻会在那船鸿海在印度拿而要盖厂 中国的官方看到印度一直在那放话 自然也会显得相当紧张 毕竟鸿海是实业 可以提供中国就业机会 近期短视频说中国很多工人找不到工作 一些公司开出来的薪资又低得离谱 我个人觉得,这些可信度是相当高的 因为之前中国连续三年的动态清零 让很多中小企业都倒闭了 既然公司都倒闭了 自然就会把工人辞退 记得去年底时我就说过 那时鸿海因为郑州疫情把工人的薪资提高 那时是旺季 那些工人可以在那拿翘 到了淡季后 就不会这么好康了 一些外资企业被中国顽固的动态清零逼出中国 这时印度就趁机猛招手 试想 中国很多中小企业倒闭 有实力的公司虽然没有倒闭 但到别的国家有更好的优惠方案 这就是供需法则 需要的工人少 工人多 薪资当然就会降低 之前中国一直在那说富士康不好 现在富士康因为品牌厂要求要搬出一些产能到印度 这时中国又开始说富士康好 今天鸿海旗下最强金鸡母都能涨停 就知道中国对内在宣传鸿海的好 影片第一段来看鸿海筹码面 大摩 小摩 美玲 持续偏多操作 今天花旗环球跪下来买回了 剩下富邦及瑞银在拼命抵抗 这两家券商活得过初一 也难活过十五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鸿海产业面 就是传闻鸿海在印度设厂 还有中国在加强力道留下台商 这时鸿海及苹果就成了重中之重 毕竟鸿海在旺季时 员工需求数量到120万 接下来就看中国怎么出招寄出优惠方案留下企业了 趁着疗产业面的空档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在炒作题材股的情况 最近缺蛋 连这个题材都能拿到股市中炒作 怎么会有散户觉得缺蛋时 那些有产机或蛋的就能发大财 真的是太天真了 反正散户是无知的 反正这种炒作题材股 最终都不会有好下场 了不起就是撑个三个月 半年 最长不会到一年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网友问答 有一些散户连公司赚到钱配出来这种事都能搞错 他们会搞错的原因在于 通常公司的净值不会等于股价 所以很多散户都会觉得配股息是自己的钱配给自己 一般来说 一间电资产100万 一年赚10万 你以100万买到 放一年后电资产有110万 如果配出5万 那这间电还会有105万 很多散户会搞错的原因在于 一间电100万 一年赚10万 市值开价买这间电200万 一年后电赚了10万 配出5万时 价格来到195万 散户就会觉得是拿自己的钱配自己 这单纯就是你愚蠢的买到一间获利别人早拿走10年 风险你来单的公司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鸿海最强经济母工业富联委盘涨停 二 传鸿海计划投资印度220亿元盖新厂 三 公司赚到钱配出属于实在的获利 今天台股成交2379.98亿 上涨9.7点 涨幅0.06% 收在15608.42点 贵买指数上涨0.58点 涨幅0.28% 收在208.02点 电子下跌0.05点 跌幅0.01% 收在732.41点 金融下跌2.06点 跌幅0.13% 收在1555.4点 今天外资群卖超台股21.15亿 投信买超台股28.07亿 自营商买超台股0.66亿 三大法人合计买超台股7.58亿 外资群期货减少1653口 期货留仓多单14433口 三大法人期货留仓为多单13141口 上一个美国股市交易日 道琼上涨341.73点 涨幅1.05% 收在33003.57点 S和P500上涨29.96点 涨幅0.76% 收在3981.35点 纳斯达克上涨83.5点 涨幅0.73% 收在11462.98点 费城半导体上涨28.28点 涨幅0.96% 收在2984.11点 今天滬升300上涨12.81点 涨幅0.31% 收在4130.55点 日经225指数上涨428.6点 涨幅1.56% 收在27927.47点 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22点 涨幅0.17% 收在2432.07点 上市成交金额排行前五名 第一名的是创意 下跌9.62% 成交124.95亿 第二名的是台积电 下跌0.58% 成交120.53亿 第三名的是世新 KY 下跌3.68% 成交70.82亿 第四名的是新兴 上涨1.87% 成交59.58亿 第五名的是长荣 上涨1.56% 成交59.28亿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花旗环球 买了3202张 第二名的是凯基城中 买了2326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1947张 买第四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1484张 第五名是美龄 买了1149张 买第一名的瑞银 买了404张 买第二名的是富邦 买了2084张 买第三名的是港麦格力 买了1025张 买第四名是元大台北 卖了603张 卖第五名的是元大 卖了596张 2月6日到3月3日主进出情况 买超第一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21630张 第二名的是美龄 买了15932张 第三名的是瑞士信贷 买了8630张 买第四名的是上海汇丰 买了7417张 第五名是国泰综合 买了5071张 卖第一名的瑞银 卖了15097张 卖第二名的是港麦格力 卖了10467张 卖第三名的是花旗环球 卖了7434张 卖第四名是富邦 卖了6495张 卖第五名的是元大台北 卖了5941张 今天早盘是由花旗环球 美龄 大摩 小摩向上买 到了103.5元到104元时 台基城中想要玩短线 就499张连买 把档在103.5元的卖单全数买掉 凯基城中在104元有档卖单 想趁着自己大单连发把103.5元买完时 处罚其他外资群买104元的价格 结果凯基城中只卖到了408张 然后发觉向上买的力道不如预期 立即又在103.5元卖出1454张 今天还买超了2326张 花旗环球今天的买超单纯就是跪下来买回 从102.5元103元103.5元104元都有买超 上面那张图大家应该有看到 近一个月下来 花旗环球还卖超了7434张 今天大小摩从102.5元到104元都有买 动机应该也是很明显 毕竟大摩从2月6日到今天买了21630张 小摩则是昨天大买了8390张 大小摩希望红海逐步的涨上去就是合情合理的 近一年大小摩还卖超红海17万张 目前大摩的态度很明显就是偏多了 这蛮确定的 至于小摩因为累计买超的数量仅有4549张 所以还是有可能会变卦 美龄今天也是从102.5元买到104元 美龄近一个月下来累计买超了15932张 所以美龄确实也是有动机让红海上涨 大家看这样分析筹码面 是不是会比一些半吊子在那幻想 妄想准确呢 你就想象自己是大摩 美龄 你都买了近2万张了 后续就算要买 你也希望股价慢慢的涨上去 最好是你买完后 股价距离你买进的成本高个5元或10元 这样你才会有安全的边际 今天卖超第一名的是瑞银 卖了404张 卖第二名的是富邦 卖了2084张 卖第三名的是港商卖格里 近一个月下来 瑞银卖超红海15097张 是累计卖超红海第一名的外资群 确实瑞银是有这个动机去灌杀红海 富邦就更不要说了 虽然近一个月仅卖超6495张 但近一年富邦可是卖超红海第一名 卖了10万多张 港卖格里在上星期五MSCI调整时卖了11777张 现在当然也是有偏空的动机 大家应该有发觉买回来的外资群越来越多了 从大摩 美龄 瑞士信贷 上海汇丰 昨天又加上小摩 剩下还在那硬撑的外资群压力会越来越大 外资群是一群 当越来越多外资买回 这时买超的力道就会越凶猛 我说过 近一年近外资群卖的120万张 这是未来的潜在买盘 这些外资群一定都是想要买回来的 但鸿海中的散户太凶猛了 买了后就不会卖 毕竟这么有价值的公司 净值都在104.53元 加上去年第四季还有今年1月及2月的 隐含净值都有109元了 现在股价才102.5元 是有哪个散户会傻到把股票卖回去给外资群 抱着鸿海一年有资产的10%能赚 光用时间就能让那些外资群跪下来 大家可以慢慢观察 我说外资群最终一定会跪下来买回 现在有越来越多外资群跪下来了 剩下的也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早跪晚跪都得跪 越早跪的外资 受得伤越轻 很多人觉得鸿海股价都不涨 所以就想要再等等 哪天鸿海股价像工业复联网这样涨停后 他们才会急急忙忙的进去买 之前中国一直觉得自己的利逊是最棒的 很排斥鸿海这种外来的企业 使得利逊的股价净值比有5.5倍 工业复联在今天涨停后 股价净值比也不到两倍 市场常常在那说利逊要威胁鸿海 现在鸿海还很甩利逊100条街 结果利逊股价净值比还大赢工业复联 这是很搞笑的事 要不是中国的投资机构对外来企业不友善 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之前鸿海在中国不讨好 在台湾也会被一些政治酸民在那酸 现在中国因为三年的动态清零 很多中小企业都倒闭了 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 有一些地方工人的薪资甚至是倒退到2000年时的水准 像鸿海这样的薪资水准 在中国简直是佛新来着 一些台湾的政治酸民还在那说鸿海写汉 你才写汉 你全家都写汉 无知也要有一个极限 台湾的政治酸民常常就在那修下线 把自己的无知活生生的摊在阳光下 现在印度一直积极的向鸿海招售 寄出了优惠方案 提供好的环境 保证有水 有电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度又有人口红利 自然鸿海就会因品牌厂的要求去印度设厂 现在中国开始紧张了 有鸿海时一直在那嫌弃 快要没有了才在那担心 去年11月还在那放任人民在郑州作乱 给调生路 不做一点弥补 鸿海教训他们一下也是正常的 中国如果要和台商 鸿海及外资企业玩硬的 最终只要都移到东南亚 中国的经济就会出现大崩盘 一些台湾的政治酸民 死散户 每天去玩一堆垃圾股 那些公司不会赚钱 也不会缴所得税 股东也不会缴所得税 我是不懂那些人有啥资格呛鸿海 哪天你买的公司可以赚钱 缴税 你也可以缴很多税时 你想要来呛生 我们再来说 不然你对台湾也没啥贡献 不要说的一副自己很行事的 今天鸿海成交29276张 收在平盘 股价102.5元 外资群买超890张 投信买629张 自营商买191张 三大法人买超1710张 今天在瑞银 富邦 港麦格里的卖超下 抵消了花旗环球 大摩 小摩及美龄的买超 以今天外资群整体买超的情况来看 富邦应该是某一个外资群躲在里面的 这样算起来外资群才有可能买890张 富邦这个券商看起来是会躲外资群的 这也难怪富邦有源源不绝的股票可以卖 不过外资群是大户 他们可以换券商 换身份 明天的集保股权分布却是骗不了人 我们就静静的看他们在那装备就行了 任何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在基本面及产业面都是徒劳 做价执行投资的人优势就是在以不变因万变 红海只要会持续的一直赚钱 那些外资群再怎么用筹码面装神弄鬼 最终一样是会死在政府的交易税及券商的手续费 不过那些外资群背后也是可怜的散户 把钱拿去买基金 买ETF 然后给这些外资群再那乱搞 外资群喜欢买来卖去 这样他们才能明目张胆的把客户的钱拿走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那些发行基金或ETF的人 也就是券商 他们除了ETF 基金部门外 他们可是有券商部门 只要基金及ETF经理人常常在那调整持股 券商就能一直赚手续费 我想政府也不会去限制券商买卖 毕竟政府也是能分到交易税 最惨的就是散户了 还以为自己买到了一篮子股票 好安全 还在那呛买个股的人 我只能说 自己可怜还不知道自己可怜的 这就叫可悲 新闻说 大陆铺红地毯争取外汽投资 鸿海和苹果备受重视 财经网站CNBC报道 中国大陆正使出浑身解数要留住外商 苹果这样的跨国公司及其供应商鸿海是重点对象 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的年度调查 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将大陆列为前三大投资对象 这是25年来警戒 考虑或已开始将制造和采购移出大陆的公司数 比一年前增加10个百分点 尽管大多数受访者没有搬迁供应链的计划 美国商会是在去年秋天 大陆结束清零政策之前进行这份调查 在这种气氛下 商务部周四表示将首次举办投资中国年活动 上周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前往视察郑州厂时 河南省省长和党委书记 郑州市长和市委书记亲自接待 宇航工作会议 鸿海说将与地方政府深化合作 但未透露细节 或说明有无意愿将生产移出大陆 对河南这样的地区 外商投资事关重大 官方数据显示 2019年鸿海旗下工厂出产的iPhone占全省出口84% 大陆极力强调其他跨国公司对当地商机深感兴趣 尤其是在边界重新开放后 A大回答 昨天我有说过 中国也不会轻易地把世界工厂的地位让出来给别人 一定会努力地去招商 寄出优惠方案 这道理就像股市短线一样 属于零和游戏 你死我活 勾心斗角 如果中国不积极地去留住外资企业 台商 红海 那这些公司就会去东南亚国家 只要让东南亚国家成气厚厚 那时中国再努力也是徒劳了 尤其是红海 台商或是外资企业进了印度后 现在很多企业不全部移往印度 那是因为印度那边的基础建设还不行 但随着越来越多企业移到印度后 这时印度政府就会赚到钱 那些企业也会带动国内经济发展 也会带动该省份的整个生活水平 这样基础建设就会越好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政府如果越有钱 他们就能去做越多的基础建设 这些钱是劳力抵用券 印度想要赚到全世界的钱 需要一个媒介 那就是台商 红海及外资企业 这些企业在印度设立工厂 印度人民就会去工作 这时就能源源不绝地赚到全世界人的钱 企业进到印度后 赚钱要缴税 印度劳工去工厂工作的薪水也要缴税 当政府收到越多的税 这时良性的循环就会启动 印度就会越来越强 现在印度有人口红利 中国已经没有了 中国想要增加竞争力 除了把薪资降低外 就是要升级产业 但是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比较高班的工作都是美国及先进国家拿去了 如然体 网络公司 中国如果想要吃这一块 那就要打败美国 这也是为什么美国要制裁中国大陆的晶片业 现在中国就是面临向上转型想要取代美国 但被美国打压 拥有的制造业又要被东南亚国家追赶 就连美国也想要拿一些制造业回去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目前面临到比较大的困境 不过短时间来说 中国还是相对有竞争力的 外资企业 台商 鸿海要去投资东南亚 也不可能再短短几年就全部搬移出中国 一来中国有自己的内需市场 二来基础建设相对的稳健 中国的劳动力也是相对有一些经验 中国现在面临的是危机 就看中国怎么解决了 新闻说 彭博资讯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苹果公司的合作伙伴鸿海计划投资大约台币216.23亿元 在印度新建一座工厂 以提高当地产量 凸显在华盛顿与北京的紧张局势加剧之际 制造业加速移出中国大陆 鸿海计划在靠近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首府班加罗尔的机场 大约300英亩的土地上盖厂房 已生产iPhone零件 由于讯息尚未公开 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这座工厂可能组装苹果的手机 也可能为鸿海新的电动车业务生产部分零件 预料能创造大约10万个工作 这是鸿海在印度最大单笔投资之一 中国大陆有可能会失去全球最大消费电器生产商的地位 苹果和其他美国品牌仰赖他们在中国大陆的供应商探索境外的替代制造地点 例如印度和越南 上述计划仍可能生变 投资和细节上待定案 这项计划是否代表新的产能 或者是转移大陆等其他地点的生产 也还不明朗 A大回答 最近鸿海常常到印度布局 原因是之前中国连续三年动态清零 让一些品牌商感到不爽 我相信那些品牌商 制造业在中国动态清零时 都有去向官员表达困难 但中国就是一孤行 这才会让东南亚国家捡到枪 现在一些台商 鸿海 外资企业到东南亚布局 都是之前中国动态清零逼出来的 美其民事分散风险 讲白话一点就是 中国你敢再忘记弄我 现在淡季了 我就搬一些产能出中国 给你个下马威 让中国未来不要再做这种蠢事 台商 鸿海 外资企业确实是没有本事去影响中国高层的决策 但是把工厂搬一些出中国 这种小事还是办得到的 大家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这些工厂如果在中国的话 就会提供很多工作机会 工厂及员工赚到钱后 也会缴税给政府 当人民工作赚到钱后 就比较敢消费 这就是能带动出口经济及国内消费 一旦工厂搬一些出中国时 这时很多职缺就消失了 但这些工人都还是在 就会导致工人没有搬能上 没有薪资收入 这样就不能消费 中国也赚不到全世界的钱 当这些事反应后 中国官方就会感受到压力了 这就是企业的威力 要教训政府 也不用和你放狠话 也不用做什么 就把工厂及产能移一些出中国 一段时间后 中国就会明显感受到失业率上升 出口降低 国内经济疲弱 这时中国如果不去处理 一副就是要走你就走的态度 当越多供应链离开中国后 东南亚国家的供应链 就会愈来愈健全 最后就会造成不可逆的结果 中国就被打回20年前的情况了 赚不到全世界的钱 自然国力就会变弱 大家记得一件事 一个国家的国力强不强 取决在对内及对外的经济情况 当你成为老大后 就像美国 你说的就是圣旨 你拥有世界货币的地位 全球用你的货币你就发财了 当你赚到钱后 美国又能有更多的军事支出 然后就会变得越强 当发觉有其他国家对自己有威胁时 就开始去打压 反正美国现在拳头就是大科 整体军事力量世界第一 有哪个国家不服的话 那就开战啊 这道理和目前鸿海 台积电 大力光 连发科意思是一样的 当你成为世界冠军后 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赚到钱后 可以增加资本支出保持竞争力 别的竞争者想要和你竞争时 你因为拥有源源不绝的获利能当赢弹 而且你的技术也是常年资本支出累积出来的 别人想要打败你 难度是很大的 新闻说 缺弹 鸡蛋概念股夯 当冲克大军集结捕风 大成 台荣先多空大战 原文内容 鸡蛋慌让大成 捕风等鸡蛋概念股成为当冲训商所定标的 先起多空大战 有人 有人越套牢越多 鸡蛋慌让鸡蛋概念股热轰轰 大成 捕风 台荣都是法人禁逐标的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大成股价一路从45元飙涨到最高55元 捕风波段高点拉到88.4元 台荣也经经涨 但在当冲券商多空对坐 等冰箱接之下 股价再度大幅回挡 还有当冲克在捕风一天就赔掉800多万 三大法人主要买进鸡蛋概念股大成 捕风 台荣等都是在228连续假期之前买进 连续假期后第一个交易日多空基站 爆出大量 战况最激烈的要数捕风 平日每天成交在400张上下的捕风 在3月1日成交量竟然爆出1万张 股价更创下1987年上市以来新高的88.4元 随后发生悲剧 收在83.9元 A大回答 短线就是这样 只要有题材 很多散户愿意进去赌博 这样股价就会上涨 之前疫情刚发生时 大家就在那墙耳温腔 口罩 所以相关概念股就涨到天上去 这就是题材股 半年 一年后 这些个股就全数都跌回原点 有一些散户一开始进去赌博 输了后就催眠自己是中长线价值型投资 因为中了股价的锚定效应后 然后拼命的向下摊平 最终才在那发券试文 所谓的题材股就仅是题材 大家集合起来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罢了 会去买这一类股票的人 大多数都是无知及疯狂的人 这些人疯狂起来 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底线是什么的 牛顿曾说过 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 却计算不出人内心的疯狂 道理其实不难动 在这种炒作股中有两类人 已是主力 也就是做局的 他们有资金 有股票 敢拉台 一般散户看到股价连三涨 不请就自己来了 人也是动物 会去追一动的的事物 我打个笔 当你看到鸿海都不涨时 你就会觉得 反正都不涨 我也不急着买 当股价开始上涨时 才会急急忙忙的追 而且涨越多追越凶 因为鸿海是大型全职股 大股本 高市值 而且是有价值的公司 也不太容易短线 被炒作到疯狂的价格 但小型股 投机股 题材股就不同了 那些都是股本几亿 市值也几亿而已 流通的股票也没几万张 价格也没多少 只要主力一开始在低时 把筹码都买得差不多 左手丢右手拉高股价 反正也不会有散户手上 有股票能卖给主力 一开始散户只敢小买 主力也不会鸟这种人 当股价涨了一大段后 打了一个高点锚点再向下跌 就会有散户心动进来买 有一些散户还是不为所动 主力看大部分股票 都还在自己手上 修正后再向上拉抬 让散户产生 早知道我就买了 错过一次发大财的机会 这样玩个几次后 散户下次看到股价下跌 就会去追 当越多散户去追时 主力手上的股票 就会被散户买光 当主力手上没股票后 他们就不会去拉抬股价了 拍拍屁股就去下一档了 我这几年看过的 这样的事不下几百次了 依旧有愚蠢的散户 会因为贪心入坑 最后才在那搞笑的 参加什么自救会 你到赌场中赌博 你赌输了 你敢在那讨公道啊 阿布就你赚了就你好棒 赔了就要自救会 天底下哪有这种事 这时候有人会说 因为主力这样设局 所以我们才会上当 嗯 没错啊 是有坏心的主力设局 但谁叫你贪心 政府及券商在你们这场赌局中 他们可以稳赚交易税及手续费 所以政府及券商 不会寄出有效的打击方案的 试想 如果股市中没有投机的人 没有做局的人 股市就不会有人在那杀进杀出 这时政府及券商 就会少了很多的收入 除非真的是太夸张 政府才会一丝一丝出来说个话 最终进到司法审判 还是不了了之 就一句话 别人设局给你 因为你愚蠢 然后入局了 在这赌局中 你也是有机会能赢的 这时你就成了赌徒 只要主力或炒手 不要违反规矩 他们在交易中 赢走你的钱 这是合法的 谁叫你自己蠢 有空在那上班 盯盘 却不会多阅读 去吸收别人的知识或教训 就一句话 赔死活该 一般网友提问 没人发现除息后的现金 会凭空蒸发吗 咦 怎么没人发现 已经配息还没赚 零的股息蒸发 已经一年过去了 岂有此理 一般网友为提问 假设一档股票 股价100元 公司发放现金 鼓励5元 如果我拥有这档股票 我获得了该公司 发放的5元现金 可是除息后 股价剩95元 对股东来说 总和还是100元 这样看起来 股东自己左手 换右手就好了 公司应该也不必 掏钱出来才对吧 可是那5元 明明是公司 掏钱出来给你的 对公司来说 支出5元 对股东来说 却是收入0元 那中间的5元 被谁赚走了呢 为什么钱 就这样凭空消失了 我去Google研究后 得到的解释 是因为公司 发了5元出去 所以该公司的 股票的价值 减少了5元 所以公司明明 转移了5元的资产 给股东 可是股东的总资产 却没有增加 这解释听起来 还是觉得怪怪的 发股息 对股东来说 完全没受益 对公司来说 却亏了一大笔钱 这怎么看 都是双输呀 所以我自己的猜测 是一个正常的公司 如果没外力介入的情况下 正常来说 割掉的肉 应该会逐渐长回来的 无法填习的股票 应该是因为 有什么别的因素 造成股价下跌 不然从数学的角度 来看似乎不太合理 所以说 从除息日当天 去买进股票 应该很容易赚钱 我这推论正确吗 一般网友必回答 除息后公司现金减少 移转到股东账户 拿来的现金蒸发啊 蒸发的是股价吧 发5元现金鼓励给你 相应基准日的股价减5元 然后你觉得自己的现金蒸发 其实这种做法的假设是 假设市场都认同公司股息 发放基准日前的价格100元 基准日开盘少了5元 变成参考价95元 市场还认同公司 还是有股价100元价值的话 那就股价自然还是会在开盘后 市场会有人用100元跟你买 这就是所谓的填习 但其实公司在市场的交易价值 本来就是浮动的 会这样定定规则 也只是一种假设 简单来讲 公司发放股息给股东发放后 公司价值本来就会减损啊 一个现金有10亿的公司 跟一个账上现金 直接没了10亿的公司 公司价值上本来就会降低 所以股价在发放股利后 降低是合理啊 如果一间公司 就算少了这11股息的现金的公司 也不影响市场对它的看法 那股价自然就填习回去 回到出习前的价值 一般网友系回答 其实是公布股息的当天 实质股价已受到影响 例如某档股票参考股价100元 3月1日公布 今年7月1日发5元股息 3月1日之后用100元买入 并打算持有超过7月1日 成本就是95元 这里没有投机成分 所以7月1日除息日当天买入 并不一定特别容易赚钱 也不一定能用除息后的价格买到 可能会跳空开出 反而是公布股息前买入 有因为公布股息这件事造成投机赚钱的机会 A大回答 这就是一般讨论区网友的程度 明明就是很简单的事 很多人会搞混这件事的原因在于 公司的净值大部分时间不等于股价 来到市场中的投机者 他们不希望公司净值等于股价这件事 政府 券商 ETF 基金经理人也不希望股市变得如此简单 试想 如果公司净值等于股价 那还会有谁在那频繁交易 股市成交量就会变成一滩死水 查理芒格说过 他觉得股市中有投资及投机的人存在 股市会被这些投机的人搞得像赌场一样 芒格希望股市成交量小一点 不要太大 芒格这样的想法是站在价值投资人的角度去想 但只要市场真的是这样 会发生几件事 一是政府收不到交易税 券商收不到手续费 这是很严重的事 如果股市中成交量很小 那使用金融杠杆就会变得相对危险 因为某一天只要成交量忽然变大 股价就会出现很剧烈的波动 就像现在的小型股一样 大家了解股市中的股价及净值会不一样的原因了 我们就回到理想的情况 如果股价和净值一样 以鸿海来说 净值104.53元 一个月赚0.83元 鸿海每个月股价就增加0.83元 一年后鸿海净值来到115元 这是要配出5元给股东 所谓的配息就是拿公司中的资产 也就是净值出来配 当公司配完股息后 净值就要从115元降到110元 如果股价和净值是一样的话 那股价也会从115元降到110元 在一年后 鸿海再赚了11元 净值来到121元 股价为121元 公司配出6元 净值就会减少6元 股价自然也会减少6元来到115元 这样的话一般人就不会搞混 但股市真实的情况是 台积电净值113.6元 股价519元 台积电每一季配2.75元 配出后净值来到110.85元 股价来到516.25元 这就是散户会搞混的原因 他们会觉得公司配息是让散户的前左手配挤右手 觉得不填息就没有赚 你买到获利被拿走很多年的公司 当然会发生这样的事 如果你买到的是鸿海 净值104.53元 股价103.5元 一年赚10.5元 这样就不会有配息不会填息这种事 公司的净值就是逐年增加 你100元买到 就算净值没有反映在股价 公司净值也是104.53元 加上去年第四季及今年1月及2月的获利 大概隐含净值就109元了 这就铁一般的事实 网友书伟分享 分享一下在别的群组看到的股市陷阱 1.凭感觉 凭直觉交易 2.不了解公司的价值 眼中仅有被锚定的股价 3.对资讯没有判断能力 以下看多 以下看空 4.使用不适合的金融工具 权证 来到A大的频道 不会说现在不买就来不及了 或是再不买就一个人赚这种话 用的是历年财报的基本面 每日 每周 每月 每年甚至更久的筹码面 持续健全的心理面 让我们了解所投资的股票鸿海 加上留言区的前辈会分享许多的资讯 分享经验 让后辈能学习的更多 真的是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很幸运在出入股市时 就在部落格上看到A大的文章 以及能持续跟到了现在 投资人生第二年的菜鸟新的分享 A大回答 有比较才会有伤害 如果来看我文章及影片的人 你觉得我分享的东西不够好 你可以看完半年到一年后再去看别人的文章及影片 我敢说 只要你有耐心在我这看半年到一年的文章及影片后 未来很多财经作家 网红 头顾老师 达人 新闻 媒体 等 你会完全看不下去 你看那些人的文章或影片时 你就会很想在他头上贴一个弱字 那些人很多都是从没有在股市中赚到一毛钱的人 他们财富自由是靠粉丝的会员费 卖书 卖软体 上讲座 那些人财富自由是靠赚粉丝的钱 而不是在股市中赚钱 很多人会在网路上看到广告 然后加入一些来群组 里面的人就是汇报你一些小型股 投机股 然后想透过炒作的方式去拉抬股价 那种就是在玩谁是最后一只老鼠的游戏 只要你在我的文章及影片区待一年 那些小把戏绝对都骗不了你 有一些人已经在股市受过伤了 也在一般讨论区寻寻秘密密很久 最终才找到我 我只能说 我会常常分享一般讨论区网友的问题 以及一般讨论区网友的回答 你就会知道程度天差的别 大部分都是不懂的人 在回答不懂的人 以为这样是什么正常的交流 我只说 半吊字加上半吊字 还是半吊字 不要幻想什么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 我只能说三个臭皮匠 还是臭皮匠而已 大家应该知道穷人越穷 富人越富的道理 穷人身边往往就只会有穷人 因为穷人想的事都一样 所以会集合在一起 富人如果看到穷人 就会远离穷人 因为穷人脑中都是满满的负能量 怎么说他们都不听 最终改变不了穷人的想法 那就是远离他 让他们穷一辈子 在部落格中有一位黑粉 他会每天按时的来看我的文章及影片 然后一直在纳酸 以他酸的内容来看 至少是看我文章一两年以上了 这种人就是废物等级的 做人不懂的饮水思源 受人恩惠后 却在纳永时相报 但这位网友黑粉归黑粉 他也是每天固定会跪着来看我的文章及影片 算是聪明的 不过这种白眼狼 我个人觉得就是废物一个 在社会上你当这种忘恩负义的人 你在现实生活中能多成功也有限 记得不要生小孩 你这种鸟样子 未来你的小孩也会和你一个鸟样 你把他养大后 他就是每天揍你当暴打你 白眼狼的儿子也会是白眼狼 这就是报应 会有报应也很好懂 因为你一直在那当白眼狼的样子 你的小孩也是会耳濡目染 未来长大后当然也是白眼狼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快点快点快点 好害死吧 好害死吧 摇滚去了朋友们 拿助理人乐情来 好害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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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加油加油 字幕ae Drink 谢谢观看